今天分享一道家常菜 酱油泡菜 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会腌上一坛子 能吃好几个月 白萝卜去皮切成条 勤着洗净切成寸段 再搭配点胡萝卜条 青红椒用手掰成小块 我准备的食材是5斤 全部放到盆中 抓上一把盐 上下翻拌均匀 腌制两个要时 这个时间咱们泡点花生米 泡好以后放到锅中 水开煮七八分钟 捞出过凉控干水分 无油无水的锅中 加入一小把花椒 三个八角 小火炒香 加入三斤散装酱油就行 一大勺陈醋 十几块冰糖 将酱油烧开以后 关火 自然凉透 咱们把腌好的青菜 倒掉盐水 清水中多洗几遍 洗掉盐味 这一步非常关键 一定要攥干水分 然后放入准备好的坛子里 再放上几瓣拍好的大蒜 倒入凉透的酱油 泡上30克小时就可以吃了 老弟主页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 如果有拿到是你喜欢的 麻烦帮老弟点个双鸡 有不懂的 给老弟发消息 老弟看到了 马上回复你 感谢支持 有不懂的 摔心 万一